那其实就是针对那个charge fee 给我们的程式嘛,就这些啦,OK,这个就宣告啦,所以以后 那你说老师你为什么不特别宣告呢?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我刚开始教这个,我光讲宣告我都讲半天了,而且同学还是不懂 OK,所以索性我干脆怎么样,那既然用不到你就把它删掉就好了,这样一个好处 就是你也暂时不要懂也没关系啦,你需要学的东西就是尽量最小化 对,所以有时候程式不是说叫你学一大堆啦,学一大堆之后你就说,算了 我不是这帮人才,所以 我不要学,所以很多人都想放弃啦 所以我的想法是说,你先记你需要知道的就好了,其他不知道暂时没有关系 如果你未来慢慢进步了,你会觉得老师我都懂了,我可以再多学一点东西,再慢慢学慢慢学 你会比较会有兴趣啦,我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是把这个删掉,然后这个物件也可以把它删掉 最后把它精简成这样子了 那还有哪些可以再精简,首先的话呢,刚刚马上就有同学 问了这个追踪的问题,那你说老师那我不要这个 追踪可不可以,可以啦,你其实这边打10啊 这个不要,不要我先前面加个单引号,因为暂时不要删掉 单引号加上去这一行就暂时 当成注解,不被执行 那你说这样执行结果会不会对 当然 一样会是对的啦,因为那目前就是 10个嘛,所以如果假设啦,你不想处理那个问题,你就直接 先自己输入吧 如果那个资料暂时不会变动的话 那你根本就不需要处理啊 对,如果啦,OK 当然呢,如果假设啦 这个地方会变动的话 那我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不要写这样 我们只想要写另外一个写法 我自己习惯的写法是游标放 A1,有没有 然后Ctrl向下 有没有 那 还记得那个写法吗 就是呢 Range A1,就是意思是把游标放在A1 对,然后呢 点下去之后有个END嘛 END的话就是追踪 这个范围的边界 END的话有点像Ctrl键按住 然后前刮符之后的话 向下追踪的话就AXLDOWN 有没有 Ctrl向下 其实就指的就是 这个END 刮符 AXLDOWN 那这样的话 游标就跳到这边A10 那我要抓到的是 不是A10里面的资料 而是A10 在哪一列的话 那你就加一个点落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是追踪到 哪一列 所以得到的结果 这个得到的结果呢 就会是10这个数字 OK就把它拿过来 这样的写法跟上面的写法 结果会是一样的 OK 那 就是看 我好像少打一个 这个应该是Range A1啦 OK 有没有 就是游标放在A1 然后Ctrl向下 得到的列 OK 中间会加点 所以你慢慢 我是觉得这一行很重要 所以建议这一行你可以 如果可以把它记下来是最好 以后多打个几遍啦 我想你慢慢就熟悉了 好 那可是 你说那个Charge B 写的好像不太一样 对他写的方式 其实他是向上追踪 他这个向上追踪是什么 他是从A栏的什么呢 Rose Count的值是什么呢 其实他指的是 Ctrl向下 他Rose Rose.count的值 里面的结果 指的是 这个 储存格 这工作表里面的列 到底有多少列的意思 所以Rose.count的得到的结果是 1048576 OK 那意思就是从 A1048576 有没有End 有没有发现 他是XLup 意思就是向上追踪 OK 然后得到了列 所以其实你说老师那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差别是这样啦 你如果Ctrl向上有没有 他一样会停在A10的地方 那如果我假设这个 A1向下追踪也是停在A10 所以两个结果会是一样的 那至于哪一个方式你比较习惯 都可以 OK 程式是说你只要写对就OK啦 但是 这两个写法有一个地方可能会不太一样 就是说 之前有同学问过 如果你假设 Range A1向下追踪 有一个可能要注意的点 就是说你中间不能有任何空白 比如说你中间这些假设有一个空白 他就会变成Ctrl向下追踪到的 就会是在这个空白的上一个储存格 也就会跳5 所以这个好像之前有同学问过 如果中间有断开的地方 那怎么办 如果是断开 那你可能就追踪的话 你变成就是不能 由上向下追 但是你由 下往上追呢 还是会正确 所以这两个 最大的差异就是说 将来如果你假设中间有资料 就断的 那你就不能用 第一种方法 你就变要用那个 Charge PD的那个方法 会比较OK啦 不过啦 我是 建议就是说你们可能要自己看一下 当然追踪的时候 通常我是找那个 不会有空白的那一栏 通常是编号啦 没有人编号空下来 如果编号空下来 那个资料就是 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这个状况 不过啦 当然你知道这个原理原则 那你就是可以 把它自己再稍微 改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其实 如果你不用这个什么叫 Let's row 你可以改成这个来 把它改成写成这样子 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 这个地方好像 Nest i 这个i其实也可以拿掉 这个不加也没关系 OK 好所以这一题的话 理论上 就是最后 刚刚因为我同学问到那个向上追踪的 那我把它改成向下追踪 这个两个方法你们 尽量都把它记一下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以后资料可能都不是固定的 那其他的话呢 那就请各位 这一题也许就先这边 把它把它储存 OK 把它存成那个 记得 启用区域 因为里面有VBA 一定要记得启用区域服务部 把它储存一下 然后 再来的话呢 刚刚 同学有问到那个009 上礼拜有提到 所以你们不妨也可以试试看 009这一题还记得吧 我们上礼拜好像只有做到哪里 做到那个 就是 数学函数里面009 好像只有做到这个 好像只有做到这个 在这边我们是用了这个公式 那一样 其实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把那个问题 丢给那个ChargeV看看 它没有办法帮你把那个公式 跟VBA做出来 所以这个公式 上礼拜好像就讲到这个 那主要我们是利用什么 利用一个叫Large跟Small的 所以其实你只要 先找出什么 前 三名的 有没有 前三 怎么知道前三 我们第一步是先找什么 第三名的 那怎么知道第三名 就是要一个Large 然后Large的话呢 它其实 它的公式 就是 插入那个统计类的函数 有一个叫Large 然后给它范围 这个范围的话就是 B2 到B10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 帮我找出 这里面 排第3的 那这个K值的是排第3 第几的啦 所以如果你要找出第3名 那你就给 3 它就知道 排第3的 当你说老师那我要排第1名 第1名就输1 所以1的话 它的薪资最高是 就38 第2名的话呢 那就37500 第3名的话呢 就37400 怎么样 意思类推 所以哦 你可以变动那个K的值 就可以做排序了啦 所以Large 其实你说 可不可以拿来排序 可以啊 按照顺序排列 OK 好那可是呢 如果要前 前三名的话 那我只要找出 第3名的 然后呢 再用那个 3米幅 3米幅就有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 如果我要加总的话 那 前提是 它的那个什么呢 它必须是大于 等于37400 OK 所以哦 第1个 第1个step是 先找这个嘛 按确定 对吧 然后第2步的话 还记得吧 把这个减下来 再插入那个什么 3米幅 3米幅的话 Range 所以Range 跟加总的范围 一样的话 那只要选一次 条件的话 就是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记得哦 前面还加一个叙述 叫做大于 等于 然后串接的一个文字 所以特别注意 比较难的地方在这里哦 前面的叙述一定是文字 双引号两个再加一个end 先加一下 然后呢在这个叙述号里面加大于等于 这样的叙述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这个地方一定会有障碍 记得哦 在这个公式前面哦 一定要加一个 比较的运算值 这个运算值它是个文字哦 这个特别特别小心哦 应该很多人应该会卡在这里 记得哦 如果没加 它一样找不出答案 如果没加的话 它变成只有 这个啦 因为它跟自己比而已 条件就是 所以如果你要 比的话记得哦 前面加 比较的方式 一定是双引号 两个 然后end 那把那个运算 它比较的运算值给它 大于等于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然后呢 所以你会发现后面会出现 大于等于 37,400 OK 然后 Sumrange 因为是跟工资一样 Range 跟Sumrange 一样的话 那这个地方可以省略 你不用再做一次 按确定就OK了 这个的话就是 前三名的公司 那后面三名的话就是再把它加上 那其实Range把它改small就好了 所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 加号的后面 然后呢 把那个Lange 改成small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 找后三名的话 那就是什么 找出那个 最小的 最小的那个 所以small 打一个sm 有没有 然后 排第3的 倒数第3的 找出来 那这个方向改一下 刚刚是大于等于 对不对 这边记得要 小于 也就是 因为要找尾巴的嘛 所以一定要小于 所以只要小于 倒数第3的 那就倒数第2 倒数第1嘛 OK 所以特别注意 把这个公式 贴过来 记得 这个把它改一下 然后这边改成small 这样打个go 那就前后三名的公司啦 不过啦 如果你觉得太复杂 对不对 你看这分两边好了 一个是前三一个后三 两个把它加一 也可以啦 OK 试一下 那再想想看 把这个问题丢给ChargeV有没有办法 然后 再来如果要把它变VBA 这个再复制一个 VBA 诶 那怎么 请他帮我写 那如果不会写没关系啦 请ChargeV写写看好了 不过这一题 又比刚刚的程式更困难 所以 可能 会有问题啦 不过没关系 我们再来解决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哦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 现在 我再来解决一遍 我们下期试回来 试试看 试试看 我 批准